大家好,我是古海的諾雅方舟 記得訂閱開啟小鈴鐺喔 貼心提醒記得開啟CC字幕喔 今天要來聊聊 見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見頂成立於1991年 資本額52.6億 上市日期2000年 股票代號3044 主要從事印刷電路板生產 其主要的生產廠區為 桃園坪鎮廠、江蘇無錫廠及湖北仙桃廠 根據Prismark的資料 2019年全球前20大PCB公司 見頂排名第七名算是相當厲害 108年的營業比重 印刷電路板占比98.96% 其他占比1.04% 基本上見頂就是印刷電路板廠 銷售地區主要為內銷及外銷亞洲、美洲及歐洲地區 印刷電路板 將零件與零件之間複雜的電路銅線 經過規劃之後 科使在一塊板子上 提供電子零組件在安裝與互聯時的主要支撐體 是所有電子產品不可或缺的基礎元件 所以被稱為電子工業之母 接下來看一下PCB的產業鏈 上游就是銅箔、玻璃纖維、玻璽布、環氧素質等原料製造廠商 中游就是PCB製造組裝加工及相關服務 印刷電路板除了軟板還有硬板 用層數來分的話有單層板、雙面板以及多層板 下游的應用相當廣泛 包含電腦周邊級產品、東訊產品、消費性電子產品、工業、航鈦、國防、精密儀器等 基本上幾乎都是全包了 可以說是通通有的概念 接著來看一下近五年的財務資料 營業收入、營業毛利與營業損益 近五年是呈現成長的趨勢,算是很好 營業外收入的部分也是呈現成長 每股盈餘的部分當然也是跟著呈現成長 整體來說近五年都是一路成長的趨勢 再來看一下2020年的表現 營收的部分單月營收有連增也有連減 2020年整年度營收累積連增率也是呈現成長 營收是微幅成長 但是在營業毛利與營業利益 2020年是呈現些微的衰退 但幅度不大 而在業外加持之下 最後的稅後盡利是呈現連增 EPS的部分也是呈現連增 2020年EPS為11.65是近年新高 也是創下歷史新高 基本上見頂能是維持走在成長的大陸上 目前的終端需求仍是相當強勁 當然見頂就會受惠 就會帶動見頂的營收 看一下2021年1月的營收 除了連增之外還是月增 2021年1月的營收更是創下單月歷史新高的紀錄 可以說是淡季不淡 負債比的部分 近幾季都維持在50%附近 算是正常 而其他應付款項 近幾季幾乎都是15%以上 仔細從財報看一下 可以看到在其他應付款這裡 最大的支出就是應付薪資及獎金 再來就是應付設備款與其他應付款項 基本上沒有太大的問題 本益比的部分為12.02 個人認為不算高,算偏低 股價淨值比的部分為2.04 個人認為算不高,但也沒有很低 再來看一下股利政策 根據Grid Info資料 是連續21年都有配股或者配息 也就是說上市之後是連年都有配 這21年的盈餘分配率 平均為54.18 而年前除了配現金之外也有配股 而配股的部分有使用到公積 但近幾年都是配發現金股利 這21年的殖利率平均為4.54% 還算可以 一樣來看一下還原月線圖 走勢可說是一波三折 在2016年之前的走勢 有往上成長的走勢 也有往下的走勢 算是一個震盪的走勢 但是在2016年之後 走勢就是一路往上 代表是一直成長的走勢 再來對比一下歷連EPS的走勢圖 是不是跟股價的走勢圖很相近呢? 因此股價最終還是會回歸基本面上 再來看一下日線的走勢圖 見頂的EPS從2016年之後至今是一路成長 但日線走勢圖在2017年底到2018年中 是出現下跌的走勢 2017年第四季與2018年Q1、Q2的EPS 也是稍微連結 但如果持續有在關注公司的狀況與營收 或許這個下跌段 就是尋找價值低估的契機 見頂近期的走勢 在2020年3月下沙之後 走勢也是跟著上升 隨後是呈現均線糾結的震盪走勢 是震盪了將近6個月 在2021年1月算是動了起來 一路震盪往上 將長期均線拉開 形成多方排列的走勢 也是創下波段新高 而見頂歷史高點的位置 是在2007年7月出現 2007年EPS為9.31 2020年EPS為11.65 是創下歷史新高 那麼走勢 人否有機會再創歷史新高呢? 以上的資訊分享給各位朋友囉 本頻道沒有建議任何買賣操作 單純分享資訊 以上分享皆為個人心得 本人無邀約推介之行為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啦 喜歡我影片的朋友 記得訂閱、卡啟、小鈴鐺喔 如果想要分析的個股 也可以留言讓我知道 咱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